2010年12月1日,济南一位103岁的老人逝世了。 这位老人生前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夫,他热心善良,很受当地人的爱戴。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这位老人其实是个日本兵,他叫山奇红。 1937年,卢国桥事变爆发后,山奇红从日本来到中国,以军医的身份参加清华战争。 六个月之后,因无法忍受日军烧杀强烈的受刑,山奇红逃离了军队,一路上沿街乞讨。 他来到山东济南的一个村庄,那里的人们给他饭吃,给他水喝,让他感动不明。 日本人如此惨妨,中国人却如此善良,他的良知受到了拷问。 他决定留下来赎罪,即使他本人从未杀过一个中国人。 当时,他在日本侨民的帮助下,得到了一份看守铁路仓库的工作。 工作期间,他经常偷偷拿仓库的物资,接济当地的穷苦劳工。 东窗事发后,他失去了这份工作,但他和那些中国劳工成为了朋友。 后来,在这些朋友的撮合下,他和一位从唐山逃难过来的中国女子结了婚, 并有一个妓女,他还开了一家小诊所,为当地的老百姓看病。 这一看,就是七十多年,尽管日子过得很结局。 但山逆红给很多穷人看病,都不收取费用。 对于自己曾是个鬼子兵,山逆红也一直未曾提起,当地百姓都不知道。 就连自己的妻子和女儿,也是在他结婚三十年后,被媒体曝光了才知道。 山逆红平时说的最多的就是,对人民服务和赎罪。 他清静一生都在做这两件事,就连死后的遗体,也捐献给了红十字会。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,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,希望他以后能报效祖国。 长大获得彭云,成绩优异,被公派着美国留学。 然而,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,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。 当媒体问及此事,他的回答惹人争议。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,恢复彭云即可观看。